第十八届亚洲运动会八月将于印尼雅加达登场 中华社界女将持续在国训中心练习积极备战 女子凡曲宫代表队队长雷千莹迎战亚运决定改善体质 奋力甩肉八公斤 这届女子凡曲宫四名国手当中有两位新面孔 为了凝聚向心力 个性低调沉稳的雷千莹 还负责带动团队气氛 练习气氛是很好 然后每个人都很积极 就是我们有一个共同的目标 训练比较枯燥乏味的时候也是会跟他们开开玩笑 让他们心情比较放松 另外复合宫代表队由射箭老将陈丽如领军 他曾驻中华队在2004年雅典奥运 拿下凡曲宫女子团体赛同牌 如今14年过去他依然效力国家队 比赛项目从凡曲宫换成了复合宫 但准头依旧没变 每一次比赛都是一个心态的调整归零 那因为其实这一次的备战的内容 跟我们上一届其实很大差异 这一次我相信我觉得我们这次应该可以多得很好的成绩 中华女子复合宫代表队上届在仁川亚运 拿下女子团体赛银牌 陈丽如有信心 今年中华队依旧有多派实力 将持续调整到最佳状态 奋力一搏为国争光 装设记者张欣伟高雄报道 我们下期见